八仙城暴伤患,又有好消息传出 原本烧伤面积达到78% 一度和死神拔河的朱利 经过了治疗,皮肤缺损的面积已经降到了5% 而台中的李小弟,烧伤面积从91%降到了20% 病情也明显的好转 睁大眼睛仔细听医师的叮咛 18岁的朱利,伤势好转,已经能转出家户病房 她在八仙城暴中被烧伤面积达78%,一度命危 还曾经接受电击和插管 在历经两个月治疗,终于被医师从鬼门关救回来 皮肤缺损的面积也大幅降到5% 真的是神机啦,应该是社会大众给她的加持跟鼓励 透过各种宗教 然后就是一直帮她祈祷 我心里就是相当的感恩 同样接受北戎治疗的 还有31岁的增壳健 因为重度烧伤,一度使用叶克膜 在历经抢救后,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另外还有来自台中的李小弟,全身达百分之九十一 二三度的烧烫伤 经过十二次的清创和皮肤移植手术 烧烫伤面积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 病况稳定,不过家属仍旧不敢告诉她 姐姐已经在城报中伤重死亡的事实 伤者熬过烧伤治愈的关键期 接下来要面对漫长的复健疗程 仍旧需要家属和医疗团队 投入大量的心力和支持 记者参加林秋福财台北报道